就愚蠢的不能再愚蠢 我说人家微信在十年前摇一摇都能注册 是吧 你说中国人多聪明 我说我要求你只能做一步到两步登记确认 否则跟投资者没法交代 我这就把人家给骗了 我没股权 我没有投资 我没钱 但我不能骗人家投资到你们这个平台上来 就这星期 昨天在直播中告诉我 找出了最好方案 一步两步 就是七个最说的简易注册就能完成 就完成了 你会看到盖特不一样 人家新GTV已经做到了 就简易注册 这就是一个善良的约翰 清华高材生 创造了盖特者犯下的愚蠢不可饶恕的 你无法形容的错误 昨天的G Club抽奖 又体现了草根兄弟和杖子哥伟大的 聪明的 又看出人家不让人家是聪明的 看出了所有的咱们这个约翰和盖特工程师之间 完全没有正常逻辑思维 不注重体验度 完全没有创新 他所带来的灾难的结果 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昨天看到这抽奖当中 这个没有现场抽奖 这个公平度就没了 大家的信任度就没了 那么昨天这说实在话 G Club讲太多 这么抽奖真的有点 我觉得 我觉得人类上真的 你们见过没有 你们别骗我 你们见过人类上有这样抽奖的吗 那是乌金啊 牢金啊 一抽一百多个 你这有点 我就是说实在话 我觉得有点过 我真觉得有点过 但是呢 这个价钱在那摆着呢 这东西都过去了 你去想想 那一个鳄鱼皮夹克 全身内有几个 那穿得起的鳄鱼皮夹克 你就阿布这样的人 他买出 他也得行思行思 他也买那个比较夹克 我也买比较夹克 我们去参加夹克 都买比较夹克 我说 可你有几下 我说 我大概有个 这么多件吧 我就没说具体的 因为很悬 人家比咱有钱多 他说 我有十件 他才有十件 我心里挂我三百多件 是不是 那是 台湾的蔡家 他说 我有大概一百多件 我就画了个圈 我没说那么多件 七个够败家的 但是我看的 昨天摇的有点多 就这么大个比例 大家在最后讨论的时候 我有没有抽到奖啊 我又看到我们今天的安平妹妹了 实际上我觉得不抽奖那好 我抽一次奖 我犯事了 又到栽了 抽一次奖还有栽 我还怕我抽着呢 我抽着奖 我哪有栽度不好啊 我这安平 我每次拿他开玩笑 就跟大根一样 女安平男大根 是我开玩笑的对象 你们可不可以当真的啊 他都是好人啊 你还得不着 得不着 吃不着 葡萄 说葡萄酸呗 这就是安平 这就是安平啊 我告诉大家 昨天的中奖率太高 你昨天是几千个奖 一千多个奖吧 那你是一万个的参加抽卡的人 有五千个没有来参加抽卡的人 这一万个就是百分之十的中奖率了 还是不能重复抽 这是很吓人的这个比例啊 你没抽着的不是说你一个什么不高兴啊 你看我们三百年的飞飞 今天本来参加直播呢 因为没抽着奖人家不来了 是不是啊 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们的三母大哥了 是吧 要不然三母今天你就没一次机会 这个扎直播是吧 人家不高兴 三百年的飞飞老公 决定拿HDO 买点T恤 给三百年飞飞 糊润他 找到获奖的感觉 那这是玩笑啊 这是玩笑 这完全是玩笑 您别当真啊 我看到每个群的讨论的时候呢 有些人心里是不健康 回来 我才知道 因为你记得上次咱们是过这个年会 他看了一段时间 你知道吧 这个 他一看我都不好意思 因为他不看我 他那忽烈烈 他一看我就不好意思了 昨天我肯定以为他没看我乱开玩笑 又要帮人家小心穿衣上 又调戏人家什么小飞翔啥的 我这再看我也不敢 是不是啊 我挺怕他 结果他结果你七嫂子偷着 在旁边有人战友让他看 结果他看了后一段 他看到的他就是雁平那段把他赶中了 他说雁平你们说错了 你们的林宝洁已经开冒烟了 是那段我没说 因为你七嫂对雁平特别特别好 昨天直播就发现 哎呦他会听你说 2008年 我老实说啊 我没时间过来 你七嫂就紧张了 雁平说这12年 那不是2008年 结果后来发现 王雁平说我又纠正过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直播很可怕 抽奖的人 你七嫂子关注我说的对不对 我要不纠正过来 这又是事了 是吧 更重要的是你七嫂子 你看到这个产共齐侠 这个收了奖以后 他你说了一句话是错的 你说是报应 他说你不是吧 这是回报 你七嫂子在彻底把我修正 提平一顿以后 你七嫂子很感慨 他说这个产共齐侠真是天意 他帮了这么多人 那个小飞象 小飞侠小新 哎呀你七嫂子老喜欢 那小新小飞象了 超级喜欢小飞象 他觉得他们太棒了 他说这几个战友 真好这几个小孩 然后听说 这个田田葛不满 这个看医生 我说我不知道啊 然后说你赶快找你的医生 给他看病就好 昨天好了 你七嫂子看了不到两小时 回来批评了半天 十母训子般了 训练了半天 纠正半天 最后我布置一堆任务 这时候你七嫂子 就是感慨 我恨这几年来 你知道我跟你七嫂子 从来不谈这事的 他被抓 他被关 郭美事我们从来不谈 我们他的事 他自己的财富 自己的钱 你七嫂子从来不告诉我 你七嫂子比我有钱多得多 人家是家族同等的成员 你知道 我们家是从第一天都这样 你七嫂子啥都不跟我说 他的房间我都不进的 他的 他的更衣间 我都不让我进的 你知道他干净 什么都整的 我也不愿意去 他都太干净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到哪去了 跟基地雷镇似的 怕碰着这 怕碰着那 都吓人了 我来走猫股 你知道吗 那么很少有评价 昨天他就对咱们这个直播评价好 清晰 觉得这每个地方都好 都成熟 好 然后我突然 你知道你突然干上去 你说这要路德 还有那个严博士 如果要在的话 这个你说多好啊 他们实习多少 哎呦 我杀了我都输不了了 我那时候啊 啊 我去了 你要跟你讲不能急 他要几个带你想想啥感觉 他要带我们这边砸了 那你一早那么善良 他就希望他们能在的队伍 而不是恨他 同时他觉得我们这战友太可爱 然后看到王彦平那一段 他就控制不住 你少得也激动 说彦平为了失去了一切呀 动不动你给王彦平喊 你说彦平太难了 啊 真的是 而且你早就说彦平有水平 他连彦平上去讲话可不丢人啊 人家上去讲话 是不是 话不多 说的都是重点 彦平厉害 他看王彦平哪都好 你知道吗 他看王彦平哪都行 你说你就是你 你起早来到美国 我问的一件事 我说你看到王彦平跟我的什么 传的视频 那个那个声音了吗 姓什么高潮啊 什么的 他我在里边人家问我了 他说一听到这不是文贵 他说他啥样 他怎么叫 我比你们知道 这不是他 所以说 把我笑的不行啊 你七个的叫声远比那个大得多啊 是不是 肯定是嗷着叫 是不是 不能传十里 最起码十里之外 你能听到动静 那是我的特色 知道吗 你看我说话就能发现得了 你想我要叫的时候啥动静 哪是那种动静 那是孙力军的叫法好不好 所以说 你起早的从来不怀疑 王彦平也不怀疑我 而且他对王彦平好 兄弟姐妹们 女性妮口 你一个女人 你要介入对男人的信任 他太重要 可惜在中国所有的女人 对男人哪有信任 你像王彦平坐上那个领保间 你昨天王彦平下来的时候 他说老板你昨天说错了 不是一个小时 他四十几分钟你就给开回来 哎我说我保守点 说我怕人家这说我吹牛 他说四十几分钟 实时上是我们那个 因为那电脑都有记录仪嘛 平均在三百四十五脉 因为我又都调都调过 大陆没有那个数据控制 我再咯就开上去了 直接 疯狂吗 那也是因为信任 然后最后一切 昨天这些事情发展到最后 小飞侠是我看到第一次 最可爱的小飞侠 头一天拍我说你一定要做你自己 把手放开小心使孩前途无量 你记得我之前说什么 他说你那个小心未来前途无量 你记得我小心表现好前途无量 他说那个小飞象 小飞象 他看我那上一次的直播 他完全变了个人 我昨天小心那个表现 真的是完全变了个人 就是每个人都那么真实很可爱 但是到最后这个高潮 啪王彦平出来抽离秒杰尼 产共齐侠 就产共这俩字 了不定 你说在国内的战友们说啥呀 七哥呀 就他叫这个名 给他一万台里面 你也不多呀 他叫产共齐侠呀 而且是抽出来的 这是万分之一的比例呀 兄弟姐妹啊 对吧 万分之一呀 万一呀 万一呀 万一就抽到一个产共旗下 而且是给的卡 人家是白得的 又得币又得卡又得扯 然后你起早 昨天最起码说五遍 他是太应该得到了 你们要照顾好他 你起早昨天恨不得给他包顿鸟子 这就觉得 因为旁边的孩子都给他说 他说这个是谁你知道吗 小肥匠子挣屁给他搞的 小肥匠子 这个人我见过多好 你说这是什么好 然后你 我都快睡觉了 你想问我 哎 我看到他们让我看到照片 那个产共是不是跟咱俩年轻差不多 我说他比咱俩年轻 你 我你哪有那么年轻啊 我还真不知道产共有多大 然后那国内战友 你知道多可怕啊 你七嫂子说这话 几乎是所有战友说来的 共同的 我做的思考 昨天 凌晨一点钟 我们真是同宗同祖的文化 所有人问 惨共鸡匠 七哥跟咱同龄吧 惨共鸡匠就照顾好他 第二第三就说 这帮那么多 绝对这是 这是真真真正的轮回啊 这是真正的这回报啊 跟你七个话一样 而且对昨天的直播大家都一样 所以这真面前 大家的标准是一样的 假的面前没有统一的标准 战友们 昨天这场直播 最重要的是 所有人给大家带了什么 相信神 昨天是最大的影响 是万佛万神 给神做了一场广告 真的给神做了一场广告 中国人 所有内部人说 七哥 可不能不信邪呀 这共产党这么多人说不信邪 这帮孙子该死 得信邪 还得信神 所以昨天才望的几个朋友家人 昨天看了是哭的一堂 昨天本来他让我放才望 留的一段话 我昨天没放 因为又具有家人的安全 没放 包括他的一首歌 一会儿墨镜啊 一会儿这个放一段才望的歌 放一段才望的歌 就是那个放下 就是有些事情需要放下那首歌 放一下啊 这个 这歌你们知道是谁帮他写的 他为什么写说吗 很多人不知道 等有一天 会有人参加直播 这人已经出来了啊 这个歌的来龙去脉 都会在这块直播参加 会跟你完全震惊的讲出 关于不同的才望的故事 西藏发生的不是一个才望的被抓被害 最近西藏好多个被杀被害和被消失 所以我们要慎重的讲 就是不要去牵扯到他们啊 希望才望先生能得到万福万神的眷顾啊 一定会成为活菩萨的 他一定就是成为菩萨啊 他是放下了 他就会走向他自己的精神天堂 那么我今天先说这 剩下你们几个先说 说完我就下线了啊 谢谢 然后最后回到国内的话 因为时间有限 您能不能花几分钟时间对国内说几句 因为上海在封城啊 然后各个地方都在发生一些事情 不知道就是国内战友也非常想多了解相关的信息 谢谢 我可以告诉大家啊 对国内的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我再说 我希望你们每天都直播的说 最大的就是粮食危机 你呆着屋里呆着屋里呆着屋里都得吃东西 你看Niko有病了他住在做豪华的酒店呢 是不是有战友照顾着伺候着能吃能喝我就放心了 如果他没有吃的那我绝对坐不住了就 他的有吃的他有睡的他有水和有药 还有蒸一小沙热战友阿炳 给大家买的那些丰富水果我放心了 没有吃的跟死的没什么俩样 没吃没喝的 第一个国内唯一 直播公开的 你平常坐在那一口头顶上 然后你就想把我沿走啊 你还干啥坏事呢 那时候共产党啊 我想说 你说说你给我说 我想跟那个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在上大直播之前有问到 就是说那个我没有中到奖 后来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好运都用在跟郭先生同心同框的做直播上面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谢谢郭先生 谢谢上苍给我这么一次跟郭先生和大家一起同框同心的这么一次的机会 非常感谢 谢谢 你给我真会说 啥样的男生让你说不倒啊 我估计三五和火来这样让你也就是十秒钟就给撂倒了 我觉得大哥就不用说 我估计你一张嘴她就晕过去了 这样的女人了不得啊 我要跟你说的是 就过去到盘古吃饭的领导啊 你到中午吃完午饭了 说要睡个午觉的时候 哎 文贵兄弟 哎呀 谢谢你午餐啊 是吧 我躺一会啊 你要离开吧 保证 保证会发生坏事 现在到了中午饭时间了 你让我走 我走啊 留给你们 三母啊 你看着吧 火来啊 大哥不知道出啥要额子 你以后 今天我兄弟姐妹们 今天十一点三十九 听七哥的啊 我再公布的是 对了 大事没公布 你看我还看了这个 从今天起 正式成立 新中国联邦 两周年 纪念活动 从今天启动 由我们的新中国联邦的联盟委员会 全面所有农场主都要参与 都是委员 都是委员 总指挥还是草根兄弟 美国协调还是今天的大卫和老班长 他俩现在老班长和长脑哥是配合 是副总导 总导 草根兄弟 全球农场主 全部都是委员 全面参与 正式进入 这个两年的新中国联邦纪念 6月4号 今天宣布啊 今天啊 从今天开始 另外一个 在六四之前 我们要向 大家们 所有你们赚到的钱的 拥有洗臂的人 一定会让你们比出了大奖的还高兴的 大新闻我头两天说的 四到五周 两到三周 看到了洗支付 到积翻身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妮可 如果你们有钱 一定要买 积翻身现在 每样东西都值得你们拥有 绝对不会吃贵 你一美金买一个 四千美金 你有啥不买呢 不要说等着币 涨了多少买 你一定要花 你们还有币的 第二个要记住 第二个大的决定 很快在一个月左右会到来 一定会到来 然后6月4号 要给你们战友们 有大礼要献 大家都看到 都感觉到了 昨天和今天的情况 都看到了 是吧 你们来继续直播 你千万不能那么快结束 曹根兄弟 我现在去 我先去吃口饭 然后再去开会 我吃饭今天 我继续看你们直播 谢谢三母 谢谢火来 谢谢尼口大根 谢谢前线的今天几个兄弟 太棒了 明道今天做得太棒了 谢谢我们的福利 谢谢墨镜 谢谢小白 谢谢今天的三票 泰山兄弟 咱们5月6号正式恢复七个大直播 你们从现在开始起 有七个代表大直播 再见 下面有请我们的三母先生分享一下 我们憋太久了 谢谢大根 一个就是说前线的战友们 真的是很难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我说过前脚丫子了 我说话算数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不上大直播 真的是不知道大直播这个工作量有多大 背后的战友这个付出啊 这个很多人就是说是网上都睡不好 非常的感恩 非常感谢 非常感激 大根 这么快 那个有请我们的火来先生 火来伴友 好的 谢谢 这个第一次上大直播这个感受 真的是不一样 我一开场说了 这个上大直播就像是进入了这郭先生的被窝 但是这个三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觉得时间太快了 这个被窝还没暖热呢 就要出来了 这个意犹未尽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有这样的机会参与郭先生的大直播 非常非常感恩 好的 助手 好的 谢谢 Niko 请您再补充一点 唯一的女战友今天委屈您了 真的委屈您了 我们要去找飞飞啊 飞飞跑了 非常非常感恩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能参加大直播 这也是我的第一次 真的是感觉很不一样 这个跟自己在下面看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我坐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脑子啊 这心呢 就跟着郭先生 就是天南海北 都冲到九霄云外去了 然后又回到这边 所以就是都听得有点懵了 然后那个我也知道这一次大直播 每一次都是有很多战友们的辛苦 昨天我知道飞飞 她都是在帮我们准备资料啊 还有小福利啊 还有墨镜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应喜的战友 所以大家才能看到今天的那个大直播 或者是每一次的大直播都是这么的棒 所以感谢上天能让我有这么一次机会 能够亲身参与 然后感谢所有的战友们 感谢大家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战友啊 我这是挺了三个小时啊 最后一秒钟把自己毁了啊 然后我看评论都说大哥把七哥赶走了 因为是之前七哥说到十一点已经延后很多了 我主要考虑到时间 那是确实好像是说错话了 另一方面啊 就是为我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是七哥的小迷地啊 就是七哥就是在我眼中啊 我本来都是一个小垃圾啊 就是今天能坐在这边 对我来说都是中了天大的奖了 真的这个我是很认真的说的 是现实 那个这是一月二的话 就七哥在做的 做的随便一点事对我来说 就属于神仙级的 就举个例子来说 七哥说共产党查他的税都查不出来 我不相信这样的话 在国内有第二个企业家能说出来 如果对国内的税 做过做过很小的一个企业 应该知道这这句话什么概念 就是随便找个企业家 对就是税务国就税务局的专管员 都没人敢说这句话 有种你来查我的税 我不相信整个国内有第二个企业家能做到这一点 就国内都讲究合法避税 只要你合法避税了 那你就绝对查得出来税有问题 就七哥当时很随意的一句话 就是就这把我惊呆掉了 这对我来说 就是神仙级的灭共这都是不属于人间的活了 这个就是完全都是又是另一个层面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 我是坚定七哥的小谜弟啊 七哥最帅 然后这是我想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的 然后然后七哥现在说吃饭还在看我们 还要看我们直播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导播有没有把我们 采望罗布占有的音乐找到 能不能放出来 就是这样的话 七哥吃饭的时候可以听手音乐 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直播也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